我以前沒得選 我現在想選擇做好人 就是這句話 這次劉德華終於可以做好人 我猜應該是這樣 大家好,我們是一個覺得自己說話電影的頻道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留言、讚、分享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按旁邊的小鈴鐺 一有新影片,就馬上通知你 今首次是一出二八十年代 佳寧案件為藍本改編的電影 究竟佳寧案有多麼厲害 可以令梁朝偉、劉德華和莊文強這個無鑑道組合 再次走在一起 就用這段影片說一下吧 佳寧集團這個貪污、詐騙王國 由他的崛起、瓦解、整件案件的完結 歷史整整花了十九年時間 期間只拿來審案都審了十年 涉及的金額超過一百億港元 覆蓋九個國家和地區 還拿了四條人命 可以說是開埠以來最均動的商業詐騙案 梁朝偉在戲中飾演的角色程一賢 就是以佳寧集團主席陳松青為藍本的角色 陳松青又有多麼厲害呢 本身在新加坡生意失敗 破賣產的陳松青 在1972年,隻身來了香港 打算由頭來過 憑著他本身土木工程的知識 加入了一間月益新集團的公司 備受老闆鍾正文賞識 兩人還合作起上來發展地產項目 之後陳松青自立門戶 成立了一間從事滅蟲和旅遊業事務的佳寧公司 之後逐漸涉及地產業務 以扣入地皮再用地皮借貸 之後再扣入地皮 再用地皮借貸的方式 壯大公司業務 還在1979年上賣市 一年之後,佳寧集團用了10億 去收購金門大廈 即是現在的美國銀行中心 再以16.8億賣給一間叫百寧順的公司 令佳寧集團的賬面超賺差不多7億 佳寧的股價亦由5.9飆升到17.9 令佳寧股票一直受大量小股民追捧 除了善於所謂的財技 陳松青亦是懂得利用媒體宣傳自己的人 他會在有意無意之間 暗示菲律賓的馬可思夫人和蘇聯人民銀行 是佳寧集團背後的金主 列造出集團有無限資金的假象 之後佳寧集團繼續大肆擴張 亦將業務拓展到海外 傳聖時期擁有3間上市公司 以及超過100間附屬公司 這段時間不單是佳寧集團最風光的時間 亦是陳松青最揮金如土呼風喚雨的時間 但其實全部都是表面風光的 實際上佳寧集團早已欠了超過10億的街數 一直只要靠不法的手段操控股票價格 從以賄賂及欺詐方式 向一間叫愚民財務的馬來西亞公司 騙取高壓借貸 但就在1982年 因為97的前途問題 令香港出現信心危機 加上外圍的經濟因素下 導致地產物業價格和股市大跌 令佳寧集團資金不足的問題浮在上面 股價一日暴跌近30% 之後還揭發了當年軍動一時的 17億金門大廈交易 其實只是純粹督數的騙局 那17億是從來都沒有存在過的 除了商業欺詐 佳寧案還涉及人命 最受廣泛報道的是 由愚民財務在馬來西亞總公司 愚民銀行派來查佳寧條數的核數師 伊巴欠 在條數都未查到的時候 他就已經遇害 還被棄屍在大埔的一個招林裏面 最終在1983年 佳寧集團被停牌和勒令清盤 佳寧股票一晚變成廢子 是當時全亞洲最大中的公司倒閉事件 欠債高達106億 當中包括 涉及用賄賂及欺詐手法 向愚民財務貸款的46億 陳重青及多名高層 亦隨後被捕 在戲中 劉德華飾演的角色劉啟源 是一名廉署的高級調查員 在當年調查佳寧案期間 有一名廉署調查員 懷疑因承受不住沉重的壓力 而不幸自殺 不知道出戲中 劉德華的角色 會否和這位不幸自殺身亡的調查員有關呢 欠德華飾演的角色 曾劍橋 應該就是當年賞識陳重青 和陳重青合作發展地產項目的中正文 而方中信飾演的角色 Kelvin 是程一賢的律師 應該就是參考了在佳寧集團 負責產業部交易的律師 溫寶樹 而在佳寧案審訊期間 他被發現在家裡的泳池離奇身亡 說了這麼久 打對打案本身是怎樣呢 應該有些基本認識 而我本身最喜歡的就是看這些 用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 起碼故事有根據 跨極也有個譜 看也看得比較投入 而這次用了這段 香港有史以來 最具話題性的商業詐騙案來改編 光看案件情節已經夠吸引 加上這次兩大影帝 對呀 在2003年 無間道3之後 他們再度合作 一直演開 憂鬱內臉角色的梁朝偉 這次來個大反差 飾演一個性格外露 擴盟自大的角色 還有永遠這麼柔華的柔華 這次除了依然這麼有型之外 還會不會有什麼突破的演出呢 大家如果看完這部戲 對這部戲有什麼評價 不妨在下面留言討論一下 希望這條片 幫到大家去了解 當年軍動一線的佳寧案 的來龍去碼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CLS這條片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接下來會有更多電影相關的片 好的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